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3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俄烏戰爭爆發至今 西方國家大體上仍然維持團結 與烏克蘭站在同一陣線 不過目前歐洲各國都開始擔心 良家上漲 能源跪伐 以及經濟可能衰退的苦日子即將來臨 對此 美國傳媒分析指出 西方國家合作抗俄的共識 很有可能會分崩離析 當前只是考驗歐洲支持烏克蘭決心的時刻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近日的報導指出 在烏克蘭遭到入侵之後 西方聯盟成功感團結起來 同意向基附提供財政支持和武器捐贈 降低對俄國能源的依賴 並實施自在打擊俄國總統普京及其親信的制裁措施 此外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也不斷呼籲世界各國支持他對抗俄軍的努力 但隨著戰爭持續 現在扎蓮斯基可能發現 自己已經很難引起歐洲領導人的關注了 對此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顧問吉爾斯指出 因為西方各國必須為支持基附付出國內成本 除了俄國的天然氣和糧食威脅 還有經濟和人道主義成本 這樣很可能就是澤蓮斯基說 他希望在聖誕節之前結束戰爭的原因 從長遠來看 烏克蘭面臨的真正問題 將會是確保西方國家遵守他們的承諾 但當前冬季的燃料危機 是歐洲國家的領導人每天都在思考的問題 根據2021年的統計數據 俄羅斯佔歐洲天然氣進口總量的55%左右 歐盟去年每天進口220萬桶俄國原油 上個月 歐盟國家同意縮減15%天然氣用量 以回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能源價格危機 對此有歐洲高級外交官員表示 為了遵守承諾 在天然氣和其他利益上切斷與俄羅斯的關係 在歐盟內部現在非常困難 官員擔心到了緊要關頭 部分歐盟國家可能會拒絕遵守諾言 同時還擔心西方沒有了烏克蘭的策略 稱成為長期問題的短期解決方案 因為這是一場看不到明確終點的戰爭 此外除了經濟和軍事成本 很多官員更擔心隨著戰爭沒有進展 世界將會對戰爭失去興趣甚至停止關注 更有多名西方官員告訴CNN他們擔心 在某個時間點最好的辦法是推動和平協議 這樣將會導致烏克蘭難以達到他們的理想結局 無法迫使俄軍退出 最後CNN分析指出 當前很多西方國家官員都坦然 沒有人能夠預料這場戰爭最終將會如何結束 盡管希望看到烏克蘭能夠成功對抗俄國 並將俄軍趕出領土 但西方國家的決心還有待考驗 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 全國過敏懷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 22日宣布在12日卸任 福奇在聲明中說 他卸任但不退休將會持續在公衛領域努力 指導下一代的科學研究人員 協助應對未來的傳染病或威脅 不過在福奇宣布卸任所長的聲明中公開說 據悉 現年81歲的福奇已經在聯邦機構工作了50多年 從1984年開始擔任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 從拜登上任起擔任總統首席醫療顧問 而福奇的名字在美國變得幾乎加傳護曉 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上半年美國爆發疫情之後 川普總統任命福奇為白宮新冠疫情 應對工作組主要成員 但此後他與川普因為觀點分歧而關係緊張 關於他與川普的關係 福奇承認他們之間的意識形態不同 此外福奇還承認 如果共和黨在2022年贏回眾議院或參議院 他可能會受到調查 他說自己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 並在採訪當中繼續為他就疫情政策提出的建議辯護 包括關閉學校 強制戴口罩 疫苗接種規定和封鎖措施等 近期福奇已經面臨來自國會共和黨人的公開質疑 即是他的機構曾向第三方團體提供資金 在中國展開研究 目前已經有相當多的美國情報官員發布報告指出 新冠病毒可能與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關 早在美國參議院去年11月舉行的聽證會上 福奇就遭到國會議員的質疑並要求他辭職 當明日本政府消息人士22日披露 日本防衛省2023年度國防預算細節 申請金額大約為5.6兆日元 創歷史新高 防衛省計劃生產可以從敵方射程圈外實施攻擊的 拒外飛彈並整備無人機等 外界解讀日方強化軍備和防衛力量 是為了制衡不斷在區域擴張影響力的中共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 日本五年內將會徹底加強國防能力 防衛省向財務省要求的2023年度 預算案的概算要求額大約5兆5947億日元 刷新2021年度的5兆4898億日元所創的最高紀錄 日本國防預算的申請書上 還寫入多項未明示具體金額的事項要求有100項 預計最終預算額可能總計在65,000億日元左右 防衛省2023年度預算概算要求顯示 將會開始量產可以從敵方射程圈外實施攻擊的距外飛彈 包括陸上自衛隊的12式地對艦有導彈的改良型 同用於倒序防衛的高速或長彈 此外將會盡早取得無人機 日本將加強的國防能力涵蓋拒外國防能力 綜合飛彈防禦能力 無人機等的無人裝備 跨領域作戰能力 指揮統須及情報相關功能 部隊機動部署能力 提升自衛隊的持續性和強韌性等七大領域 除了將會開始量產使用於倒序防衛的高速滑翔彈之外 也將會研發以音速5倍以上的速度飛行 搭載於戰機的極音速誘導彈 另外日本在2020年放棄部署陸基神盾飛彈防禦系統 作為替代措施 防衛省計劃建造搭載神盾戰鬥系統的艦艇 目的是攔截中共和俄羅斯推進研發的極音速武器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8月22日表示 自俄羅斯發動入侵戰爭以來 已經有將近9,000名烏克蘭軍人陣亡 同時美國政府正在推動確保其對俄制裁有效 並打擊幫助俄羅斯徒被制裁的個人和實體 據烏克蘭國際傳真社報道 扎盧茲尼星期一在為紀念烏克蘭退伍軍人和陣亡者家屬 而舉行的論壇上說 包括首都基附在內的全國多個地區的兒童 需要得到保護 因為他們的父親去了前線 可能是近9,000名犧牲的英雄當中的一員 扎盧茲尼沒有提供關於烏軍陣亡人數的進一步細節 烏克蘭總統扎蓮司機在會議上說 大約有100萬人作為烏克蘭武裝部隊的成員 或其他部門的一員在保衛烏克蘭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認為 俄軍的阻亡人數已經達到45,400人 此外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美國政府將會強化執行對俄羅斯的制裁 拜登政府官員說 第二階段的目標是切斷那些提供俄羅斯總統普京 用於進行戰爭所需要的經濟收入和進口物資的渠道 此意味著針對幫助俄羅斯 維持國際貨幣使用權的外國銀行和加密貨幣平台 接管被列入黑名單的俄羅斯寡頭的銀行帳戶和公司資產 並處罰向該國出口受管制貨物的外國公司 此意味著試圖說服 如中國和印度這些 沒有加入西方經濟壓力運動的國家 抑制仍然流入俄羅斯的資金和出口貨物 中共中央氣象台21日繼續發布高溫紅色預警 河南、江蘇、浙江、上海、四川、重慶等18個省有高溫天氣 其中四川、重慶等9個省局部地區可達攝氏40度以上 今次高溫事件不僅為工農業生產帶來巨大傷害 也出現了熱死人的現象 據中共官媒報導 7月以來全國已經有至少35人死於中暑 實際數據可能更高 緊安徽浮陽市醫院截至15日 有18宗熱射病個案7人死亡 16日四川簡陽市人民醫院診治了13名熱射病患者 其中危重症5人 22日加拿大公立學院教授Jonathan Liu對本台表示 高溫時儘量減少太陽直射下的工作 同及時補充水份非常重要 她說你如果發現自己的夥伴工友突然出現嚴重頭痛、發燒、嘔吐 有些出現半氛圍狀態 一定要叫救護車急救 救護車來之前 一定要讓工友脫離高溫的環境 涼爽、通風 如果病人已經有意識障礙 亦都不要灌水容易噴傷 將衣服脫下一些散熱 特別緊身褲、領帶、腰帶要鬆一鬆 皮膚上可以灑些涼水 用毛巾擦一擦 擦肉是非常好的 伴有高燒如果能夠找到冰袋 將冰袋放在大動物附近 頸部的好似頸窩、爪窩幫助她散溫 特別降低血液循環鋁頭的溫度 避免對大腦造成傷害 因為有些高燒會損傷腦神經 Jonathan Liu表示 高溫對高血壓、心血管疾病患者非常不利 中暑是非常危險的 血壓急劇增高會出現腦出血 是中風的一種 出現譬如意識喪失、昏迷 如果到家裡很多人收入又低 現在住院其實費用非常高 很多人不敢去醫院擔心出不起錢 所以在家裡等待過程中就出現生命危險了 這是高血壓患者 還有就是觀心病的 它會加速心臟功能的衰竭 會造成嚴重後果 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 是將因為高溫作業 引起的中暑視為職業病 在中國職業病目錄裡 雖然也有明確規定 但在現實當中 中暑的工商認定困難重重 澎湃新聞梭里206宗 關於熱射病的案件 僅有19%的勞動者被認定為工商 超過六成勞動者需要自己承擔醫療費用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看一下 看看